嗨,我是Lian,欢迎回到这一期的教程 那么这一期呢也是属于我们国庆假期的一个专属教程 也是贯穿我们三个软件的 所以我这一次开头呢也没有说是什么教程啊 就是教程 主要呢也是想分享一下最近做的这样的一个小案例 那么之前呢还有一个飞船的那个教程啊 那个还在做啊,不要催了还在做 那么最近呢也是被小伙伴们催更了 所以呢就赶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最后 给大家再继续更新一个教程啊 那么因为这次是在老家啊 所以就远程机器去做的 因为老家的机器不太不太行 所以可能会感觉到我们这一期这个画质啊 有点糊糊的啊 但是但是凑合看好吧 就重要的东西还是不会变的 然后可能有些录音条件也会比较差一些 所以呃如果有有这个杂音什么的 大家还可还请多包涵一点啊 好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样一个案例呢 就是临摹的一个coco啊 我们开一个参考软件吧 这个之前呢 其实连夜也多多少少有接触过一些 Houdini的东西对吧 然后呢我就那天在找参考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近正好有做一场类似的戏 然后就突然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哎我一看有这个 这场景其实还比较简单对吧 就是一些人 然后背景有些烟雾 呃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粒子桥 那我一看这样的粒子 对吧 在Houdini里面其实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我就在想 哎之前也做过一个那个飞船幻化花瓣的教程 那我就想能不能也尝试临摹一下这个场景呢 哎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尝试哈 这个颜色可能有点不太准啊 这老家的显示器 呃 然后这一期大概要说的就是几个内容 呃 首先呢 就是我们整个场景的所有资产 其实也就是三个 一个是这个烟雾 然后呢 是上面的这些群集 这群集还没有材质啊 这个从那个mixamble去下载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花瓣啊 这些所有的资产呢 全部都是Houdini完成的 没有借助任何的这个玛雅的操作 然后到卡塔塔里面去渲染啊 再到六个当中呢 进行一个deep的合成 那么这里呢 也会使用到我们之前所介绍到的这个deep layer 这个deep合成的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去我之前deep layer的那个教程里面去下载 啊 回头我看看可以在这里面贴一个地址啊 OK 那么在其他的两个环节就是特效和这个群集啊 呃 我可能就不会太过多的介绍了 因为这个并不是我的比较专业的地方 好吧 嗯 我就是大概的会带大家到Houdini里面去带一下这个走一下整个的这个流程 那么比较重要的就是其实最近也看到有些小伙伴会疑惑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像这种呃有气氛烟雾的这种效果怎么样去做这种场景的气氛 包括怎么样去做这个画面的融合啊 那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呃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啊 包括怎么样去做这些光感的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就先回到呃 Houdini里面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些资产的准备 嗯 最首先做的肯定是这个 桥嘛 对吧 因为这个桥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主体 呃 那桥的制作方法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我们回到这个 Mountain 好 我们先把这个群集关掉啊 这个里面总共就分三三个小部分 一个是这个粒子和树叶啊 包括我们桥的这个整体的制作 然后一个呢是这个背景的云 这些云物 然后呢就是这些群集啊 群集效果 那我们后面后面再去说 群集这个说实话 我是后看教程边看边学去做的啊 好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Mountain 这里面有几个 我们先把这个关一下 有几个小的东西啊 一个是这书页 我们一个一个去看啊 先把这个关掉 书页其实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模型 就其实就是拿这个Card改的 一个Grid这点 呃 一个平面 然后呢 Fuse几个点 你看把这几个点Fuse在一起 对吧 然后这边Fuse 这这这其实都是常规操作 把这个点挪一下 然后加一下细分 因为这个叶子其实 你可以看到叶子其实特别小 所以他只要有一个大概的这种形状就可以了 他甚至都不需要有材质 所以我们就用点单的方式呢 去制作一下 然后Delete这里面就是删除了两个点 把这两个点删除了 所以这个叶子周围就是圆的 对吧 然后把它再缩放一下 remesh一下 然后再做一下这个平滑 然后再加一个Mountain 这样的话就做出了一个 呃 偏Low Poly风格的啊 但是其实这个叶子就还好了 因为你到时候渲染的时候一个是可以平滑 再一个是它特别小啊 所以就 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然后呃做了一个Poly Reduce 因为它这个面数太多了 我在这个地方测试的时候 它这个因为我这后面应该是有多少粒子 我看一下 好像有几百万 几百万的粒子吧 然后呃就会比较卡 这边是缓存出来的粒子 可以看到有59万啊 还没有那么多哈 呃 因为最开始的话 我是生成的粒子啊 那个数量就会多一些 你看这些就有50多万 然后这边也有50多万 哎 并在一起怎么反而变少了呢 反正就是这么多粒子啊 5059万就60万的粒子嘛 粒子量其实还好吧 相对还好 但是如果你每一个粒子都附着了这么这么大的一个面数的模型的话 哎 它就会稍微比较卡一些 所以我用Poly Reduce又给它保留了的10%左右的这个面数 可能11吧 哎 就真的成了一个楼跑里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到最后的这个效果 画面效果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对这个画面没有太大影响 这一个一个叶子就几个像素 所以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不是都保留 你知道整体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就可以 当然生产上能不能这么干啊 我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肯定是要做优化的嘛 呃 然后就是这个Mountain Mountain的制作方法其实也比较简单 你可以看到节点都比较少 也是Grid起手 我们把其他的物体先隐藏一下 好呃 正常就是这么一个Grid 我是在这个模型的层级给它缩放了 就是改了一下这个Size 你去改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变化 然后增加了一下细分啊 那这个因为它是长的 所以这个细分呢 就是横竖加的是不一样的 竖着的就加的多一些 因为这个分段要比较足够才可以产生一个平滑的结构 然后横向的分段 因为它比较短嘛 所以就无所谓 然后给它先转过来 因为啥 因为这个Band 这个Band就是扭曲这个节点啊 我有点没没太弄明白它的这个方向性的问题 所以我每次使用它的时候 它只会沿着这个纵向就沿着这个这个方向去给它弯曲啊 我也给它转不过来 那没办法 我就把它先先转过来啊 先转到这个轴向 就是在X轴上去进行弯曲嘛 那我先转到这个轴上 然后再给它弯曲 然后再转回来啊 这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笨方法啊 然后我们正常的这个坐标轴 是朝这边的 对啊 这个Z轴朝我们 Z轴朝我们 然后X轴朝右 因为我旋转了 所以它这个坐标轴是 Z轴朝这边 但是这个不影响啊 因为我们只是需要一个这样的模型的一个形状 然后这边呢 可以通过这个一些参数 像这个参数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扭曲的程度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些轴向 没有选对 选对的话 就你看它现在的话 Z轴和Y轴是同样的 它只能在这一个轴向上面去弯曲啊 这这可能是我没有找对它的轴啊 或者说有什么属性或者 Orientation啊或者是这个 就Orient属性还有N属性啊 我不知道它是在哪个方向上扭曲 反正我就用这种笨方法给它实现 如果大家有什么就知道别的方法的话 可以告诉我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我用这个attribute promote 这个节点呢 去提取了一下它的p max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提取到所有点当中最远的这个距离 xyz的最远的最大的最大值 然后我用这个attribute rangle呢 去求了一个这个index index是啥呢 就是我把它当成一个权重 用来去控制它的这个上下的起伏 其实就是一个渐变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颜色 这边有没有给啊 没有给颜色 可以给一个看博看一下 应该可以直接用color啊 我们给它一个index 这个值应该拿进来了吧 对啊 这有一个index 然后它其实是有一个值的过度变化的 我们把这个index给到color看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过度 就是因为我求了它的这个x和z的最大值嘛 y肯定就是基本就是0了 那么我有了这个最大值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它每一个点上面所对应的做标值呢 去和它的最大值做一个除法 那其实就是在求它对应的这个占比 对吧 每一个每一个点去对这个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的一个占比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式呢写的稍微有点长了 应该 应该 分应该分开分开去写啊 我现在写到一句里面 呃就是你看这边就是 把这个 这个x和x的最大值做一个除法 然后把y和把这个z和z的最大值做一个除法 对吧 每个点的坐标都求出来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渐变的 一个线性渐变 对吧 然后这边就是负的 这边是正的 所以我要把它加一个绝对值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是从中间是0 然后到两边到时候 它就是越来越接近1 这边也是越来越接近1 上下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再把它用1-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 我把这个 把这个线 线条关一下 它就变成了一个 线性的一个渐变 对吧 然后原先的话应该是中间是0 然后周围是1 现在的话呢就是中间是1 然后周围是0 其实是做一个反向 反向之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power函数 去给它进行一个指数的乘法 就就密函数 密函数的话 我就可以控制它的这个类似于γ的一个效果 这个上面我写的是index 那就可以用这个index 你看可以控制一下它的这个衰减 然后amplitude就可以控制它整体的一个强度 这应该是一个光影 好 那整体的强度呢 这些就可以用来控制我们这个形态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做了一个正弦 这边是用一个sine函数 对吧 用x 因为它现在是在这个x轴的坐标嘛 就是x的这个轴向上 所以我用x去做一个正弦函数 它就会得到一个一会亮一会暗的这么一个一个值 其实就是一个正弦波 然后呢可以给它一些这个参数去控制 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amplitude去控制它的这个强度 上面这个颜色就可以变化 然后frequency就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密度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程序化的去控制一下它这个山体的模型 其实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 因为它整体看上来就是上面是平的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这种效果 对吧 然后呢每一个可能在中间再会有一些这个扭曲 所以我就在中间再做一些随机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它就是我这边是用颜色去体现 就是可视化看一下嘛 然后这边呢用一个pointwap去加了一个noise 因为这个的话其实用wax也可以写啊 但是我觉得用节点的话这个参数比较比较清晰一些 我更好控制它去在这里面加了一些noise 然后把这个noise呢用fit函数去做一个区间 去控制它整体的这个山的起伏 这个我们在后面可以直接在模型上面去看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用wax去给它做一个偏移啊 把歪直的坐标去用cd减一下 如果加的话它就往上 对吧 加的话它就往上凸起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减减等于 它就可以往下去翻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一些程序化的方法 前面留了一些参数嘛 比如说我们这个index 对吧index在比较小 但是不能等于0啊 index比较小的时候 它这个扭曲变化就比较平 就比较平就是平均的 然后我们index比较大的时候 越大它就越两边越往回收 就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amplitude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幅度 你还可以再更高 你看我这个之前加的多 就是因为这个值 我想让它往下出来的更多一点 其实这个感觉还可以做一些那种 中乳石啊 山洞里面那种中乳石或者是类似于冰流子 你给这个东西弄长了之后 这不就是冰流子吗 对吧 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思路去制作 然后 这个是1.4啊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frequency 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模型的频率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正弦波 然后正弦波的话 因为这里面我是给它做了一个绝对值 所以它本来其实向下翻的 如果这块我不解的话 它会有一些向下翻 有一些向上翻的 向上翻的话就被砍掉了 所以我用一个这个绝对值的话 它就可以把向上翻的也也改成向下翻 嗯 对绝对值其实是改成向上翻 然后后面我用一减了嘛 所以就变成向下了 然后 对 然后这个整体也可以去控制它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这种山体的模型 然后我们把它和原来的这个顶层的这个东西 顶层的这个模型再给它合在一起 这个是原先搭的那个桥 你可以用这个桥 对这个这个这个band节点的幅度去控制它顶层的这个这个扭曲 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给它变成一个参数 对吧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band 你可以去控制它最顶层的这个扭曲的这个程度 像上扭啊 还是向下扭 对吧 这些都都可以程序化的去控制 然后给了一个color 就其实就为了好看一点啊 就就是让它更好观察一点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模型的精度其实也不是很高 因为它其实就是全靠这个面去置换往下压的嘛 所以它其实就没有 没有特别高的面数 这就是没有那么精致 但是我们用它只是用来做一些粒子效果 所以就无所谓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山体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我们用它去发射一些粒子 这边的话 把山用这个object merge接点给它拿进来 这边呢是把树叶的模型拿进来 就是都是用object merge在这里面去选就行了 然后你在前面做的时候 嗯 一定要给它留好这个出口 对吧 你看我们做完之后 最后给它一个no 然后在上面写好它的名字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拿到这个这个模型 然后这边的话 我还留了一个出口是给后面用的 就是发射粒子的时候 其实也需要用它去做一个上层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桥的话 它上屏面其实也是有的 那我们不能说只让它在下屏面有 就还都得有 都得有 好 我们回到这个粒子的地方 然后mountain这边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样的模型 我们把其他的都隐藏 嗯 因为它这个mountain这块的话 我是把之前的那个桥也拿来跟它合并了 但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分离的模型 这两个是分开的 好 然后我们到这个pop 这里面的话 这里面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常规的 呃 节点 常规的这个粒子的流程了 这边的话有一个pop source 它就直接拿到第一个输入端嘛 然后我们这边是给它做了一个 呃 表达式 就是让它只在这一小部分的区间内 950帧到1001帧这个区间内去生成粒子 因为我不希望它在这个动画镜头内呢 再不停的往外闪现出粒子 所以我就想让它先生成好粒子 然后有一个缓慢下落的一个动态 所以呢我就让它在950帧和1001帧之间 产生这个粒子一共50帧嘛 然后产生出来这些粒子之后呢 就让它生命长一点 点生命就长一点 就让它不死了 让它慢慢往下飘就行 嗯 这个模型 对 你可以看到它就产生了一些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粒子 这样的这个粒子 慢慢的往下飘 然后呢 这些粒子其实感觉还不是特别够啊 而且它只有一圈这个外层的粒子 如果我们到这边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粒子 它只有一圈这个外层的粒子 里面是中空的结构 那其实这个结构的话 你外面看起来 假如说铺上了树叶 哎 看起来好像还好 对吧 但是你光一打的话 它里面就透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其实是特别实的 所以我觉得里面应该也是有一层这个粒子 甚至是填充实的这些粒子 那么这些粒子呢 它可能会看不太到它的结构 但是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阻光的效应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就又铺了一层啊 这边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 呃 Point from volume 就在这个 这个模型的内部结构 我把这个 改成性 我在这个模型内部结构呢 去铺了一些点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 就全部都是填充了的粒子了 就不是指在这个 呃 边缘表面去去散布的这些粒子 然后我用这些粒子呢 去作为这个发射源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得到的就是一个 这个实心的这种粒子效果 呃 其实这个就不算是发射了 因为我只用了它原先的这些粒子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popsource Source这里面的话 我选择的是这个 all points 也就是它原本的这些粒子 然后发射的话 我们就只发射一帧 就在101帧去发射 然后呃 101帧就不发射了 所以它从始至终就是我们用这个 Point from volume 这个节点去生成的这些粒子 只不过在它的基础上呢 我们加了一些风 加了一些这个动态 呃 这个节点其实没有用啊 我当时是想试一下 有没有这个属性啊 结果好像没有 所以这个节点可以删掉 它不会影响我们这个最终的这个效果 但是删掉之后 它好像就报错了 啊 重新生成一下就好了 啊 然后呢 就是 对 还有重力嘛 所以它就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效果的话 它是在缓缓下落的 你如果看这的话 看到这个粒子是缓缓下落的 但是你在一个镜头里面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啊 只能看到它有一定的动态 你如果不想让它主体下落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重力减掉 然后只让它产生一些风的扰动就可以了 啊 但我的话呢 其实希望它有一个缓缓的下落的 你包括像这些 这些就是原原始的这个粒子啊 这种不是特别容易动的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下落的动态啊 啊 对 然后把这个粒子呢 染上色啊 这也是为了方便观察 因为后面的话 这个花的材质我们是要在这个卡塔里面去上 然后这边给了一个随机的N 随机N的话 就会让它的这个粒子呢 产生一个随机的方向 这个可能会有点卡啊 好 这边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随机的N的话呢 它所有的这个画瓣就会是统一的方向 啊 那这个就比较奇怪了 对吧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像精灵粒子一样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 attribute randomize 给它N去做一个随机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p scale的随机 这些都是 常规的一些操作的 这样让它花瓣有大有小嘛 做一些随机 那然后我们这个花瓣呢 就算是做好了啊 然后缓存了一个粒子 然后把粒子呢 去做一个copy to points 其实正常的话 还应该对这个花瓣要进行一个解算的 因为它花正常往下落的话 会有它自己随着风的动态有一个旋转的 但是我们这里的话 因为特别远啊 因为特别远 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一步解算了 因为像这么大量的这个粒子的话 去单独对每一个花瓣做这种解算 还是比较耗费力气的 而且它效果并不显著啊 所以我们要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整体的效果 然后缓存一个这个花瓣 这个这个这个叶子叶子的这个效果 然后这边就是做一些正常的清理工作 因为它这个出来的话 它的属性会特别多 那我们缓存也会比较慢 然后也会占用一些无谓的内存 所以我们就把它全部都删除掉 不需要的属性我们就删除掉 其实这些我不确定需不需要留着 但是和uv相关的属性 我就全部都留着了 因为我怕它那个材质到时候会出问题 然后留了id index和p p的话其实有 p的话其实在这里面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啊 但是就留留着就留着了 你看我把这个节点一加的话 它的这个颜色都删除掉了 因为cd属性被去掉 然后在这边留了一个出口 其实这个出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除非你后面要再去做这个交互啊 这边的话我也是没有做啊 正常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这个模型在角落地的时候 可以让它角落地的那部分区域的叶子 有一个什么属性 然后传击到卡塔里面 我们可以让它发光啊 什么的啊 做一个卖它之类的 但是像这种圆景的话 其实就不用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abc去给它换存一下 50帧 啊这个就是叶子 然后这边云就特别简单了 呃云的话 云云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模型打开啊 就我们可以把这个mountain简模打开 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我们要在这个呃 在这个这个山的周围啊 就就这个这个桥的周围做一层这种云云雾啊 这种效果去做一些气氛嘛 嗯 然后就是一些模型 一些球 就在这个桥周围摆一些球就可以了 这两边都是对称的摆了一些 然后呢 用这个mountain界点 这边其实我偷懒了啊 不应该这么做啊 我把这一堆复制过来之后 直接加了一个transform 然后去翻转了一下啊 其实正常你应该自己去摆 因为你翻转之后 它这个 呃 你再去移动的话 其实你要到对侧去移动这个模型 就会比较麻烦 呃 但还好我这个场景比较简单啊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调整的 所以我就暂且先这样做了 因为比较快嘛 然后加了一个mountain 哎 把它们变chover了一些 对吧 然后呢 给它做一个cloud 这些都是旧流程了啊 后提年20的时候是更新了一套新的做云的流程 呃 那一套的话应该是比较好 我还没有研究啊 我就还是暂时先用这一个 因为它比较简单嘛 就是用用习惯来 呃 做了一些cloud 然后加cloud noise 这这两个节点的话就是 网上海量的教程啊 大家随便搜一搜就可以找到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的这种教程 哎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模型比较大了啊 我之前都是做一个比较小的 然后缩放成大的 这次的话因为精度问题啊 我就是想直接做一个大的就好了 然后cloud noise 你可以看到 然后就给它做了一种 这个蓬蓬的这种这种材质啊 这这种这种质感 然后呢 去做了一个VDB的转换 把它转成VDB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用一个box 因为我不想让它乔中间的部分 产生太多的云 所以我用用这个VDB from Polygons 中间做了一块这个VDB 然后给它叠了一些noise进去 然后也是转成一个VDB 把它们两个做一个减法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可以在中间呢 去刨除掉这一块啊 就不让它在中间产生太多的云 然后把它缓存成一个VDB的文件 呃 呃 这边的话 其实好像这个名其错了啊 就是缓存的是一个BGO啊 就是还是导进来 然后呃 因为我需要用这个云呢 再去做一些动态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云最后的话呢 是有一些往上升的这种动态 因为我不太想让它呃 就是一个干巴巴的一个云摆在这啊 因为那样的话会感觉没有没有什么生气 所以我就在这个下面加了一个time shift 就定了这一帧 我只缓存了一帧嘛 这块的话只缓存了一个单帧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pile solver里面 然后它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一直没太弄明白的啊 就是它这个云 哦 可能中间改目录给改掉了 我先放在这吧 呃 就是它这个云的话 你看一下它用因为是cloud生成的 所以它只有density属性 那么平常我们去做那种流体的烟雾的话 它还会有一个temperature属性吗 因为我需要让它往上升 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温度的 那它现在没有温度场 呃 我不知道怎么在这个cloud里面去加 因为之前做流体烟雾都是用那个pile solver pile solver里面 就可以直接加一个这个温度场出来 呃不不不不 再错了 parasource parasource 在这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加一个 比如说我用一个smoke的预设 那它就会自己带一个这个温度场 呃 那 那它就 它就没有这个温度场了 啊那我怎么办 我在这个pile solver里面 就只能在这个sourcing这里面 因为没有温度场 我就把这个density给成温度了 然后后面我们在这个fuse里面 呃 在shape里面 它有个buoyancy 就是这个浮力嘛 那我在浮力这里面去自定一个温度就好 那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做到去往上浮的 呃 呃 然后就是加了一点点这种置换 tubulence 和disturbance 啊 它就是一些炸小形态上面的置换 然后把这个dissipation给它去掉了 就它会慢慢消散嘛 那我不希望这个烟雾是消散的 它它就是一直在这儿 只是往上升一升就可以了 然后flame不需要 啊 我给它关掉了 所以它原来这地方会有一个有一个burn 啊 那个burn我也给去掉 呃 其他的 哎 这儿frame range 就1001 然后循环50帧 这样的话就满足它50帧的这个输入源嘛 也让它速度也能快一点 然后look这里面fire关掉了 其实这就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后面会只输出一个density场 啊 所以那个材质什么的 我们在看看里面去调整就可以了 呃 这些的话就无所谓 只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去进行一个预览 然后生成的这个火 呃 火下来这个烟 其实应该叫云啊 就是这样的 会带一些小小的动态啊 但是它也还比较慢啊 算了拿不到就拿不到吧 大不了到时候再再重新缓存 因为这个缓存其实已经出完了 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变的吧 对吧 这个的话是我们后期就直接给到卡塔尔里面的文件 所以这个是不会变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往上升的烟雾 对吧 它有一些缓缓的动态 那这个动态的强度呢 其实是需要去控制的 就是在这个shape里面 通过他俩去进行控制 这个就不要改了 这个是它的方向 负1的话就往上升 1的话就往下降 然后根据这两个参数的笔值 这个是环境的温度 然后这个是气体本身的温度 那气体如果比环境热的话 就会往上飞嘛 往上飘 对吧 气体往上升 然后如果比环境温度更低 气体就往下沉 所以你想做那种干冰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设置的低一些 然后那个气体就会往下沉 然后再做一个碰撞 什么的就可以 这边可以给一个collision的输入端 就提外话了 这边的话呢 就是先要把它转换成VDB 把它转换成这个VDB 然后再去删除一些它不必要的属性 像这边的话它会 其实也没有保留什么属性啊 其实是有属性的 只是说我这边因为拿不到缓存了 如果把它连过来的话 对吧 这个云还在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非常多的属性的 然后它有density场 有temper场 还有velocity场 那这边的话就是转成VDB之后 删除掉不需要的场 不需要的这个属性 就只留了一个P一个name 然后这边把它输出成一个density场 其实blast出来就只有density 现在这块的话它有很多 然后把它保存成一个VDB 用file cache这里面选择VDB 然后选择好路径去save to disk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云 然后这块是一个群集 那群集这一块的话我下载了挺多模型啊 其实也不太多 这边下载了几个tpost的模型 哎 这边居然把贴图解压出来 哎 这个是用什么解压出来的 哎 卸染卸染的解压出来 有这个模型的话就可以去上材质 后期可以上一下材质看 然后有两个人物的模型是tpost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动态的模型 嗯 就是分别是这两个人的快走和慢走 然后呢 给他放到这里面去做群集 群集的话 这边因为我不是特别懂啊 我只是跟着教程一步一步去做的啊 好 那么虎尼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些了啊 其实东西不多 但是一讲起来还还挺复杂的啊 还挺多的 嗯 包括云 包括我们的这个粒子 粒子后面也做了一个cache 也是通过这个abc 我们全部走的是abc流程啊 然后 到这个群集的角色啊 然后到卡塔里面 我们可以分别拿到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我们的群集角色 对吧 然后 特效 嗯 特效的话在卡塔里面 摸认他vdb是不显示的 是只有一个方块 嗯 去代替显示他的这个特效所在的一个boundingbox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从和你出的这个abc的树叶 这个会有点卡啊 啊 可以看到这个树叶呢 也完好的都保留下来了 然后下一期的话呢 我们就讲一下在卡塔里面的一些材质设置 啊 包括我们怎么导入这些东西 怎么上材质 然后怎么去渲染啊 以及灯光 对吧 然后输出啊 怎么设置这些deep的这些东西啊 这个deep的话是直接借用了已有的流程啊 我我的那个自己的这个流程的话呢 其实也是 哎 增加了deep 也是增加了deep 这是另外一台电脑 啊 我现在的那个的话就是你直接在这里面生成 生成层的话呢 就已经有deep的选项了啊 但是那个版本的话我还没有发布 等我回去有时间再去发布一下 大家有自己的流程也可以用自己的流程啊 直接创建去生成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一期教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烈焰 我们下期教程再见 拜拜